歹歹公里到啦 哇 出死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要先來感謝以上加入頻道會員的各位觀眾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才能讓我有動力製作更好的影片 加入越久的會員 你的名字就會越大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影片吧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航 今天我們繼續來玩這個 停車模擬器手遊啦 那麼我最近呢 不論是在線上 或者是觀眾留言喔 有不少人 都在激推一台車子 就是Nissan的370Z 據說這台車也是一個課金車啊 那麼我今天打算來看看 那台車子造的有多強喔 突然發現我最近怎麼每一集都在課金 這難道是 作者的套路嗎 那台370Z不知道在哪裡 找都找不到 我看看 今天我就先來找一下那台車在哪裡好了 這一台是370Z嗎 可是我怎麼覺得他的燈殼 有點不太對勁是怎麼回事 嗯 而且又是課金車 不然這個4是號 我們先保留好了 我繼續找車子 從前面找好像也沒看到 然後我發現這遊戲是什麼 Watch and get free 這是難道 我看了以後我就可以拿到 免費的車子嗎 有這種事情 那我看看我能不能拿到這台mini Cooper 我實測一下 然後我發現我看這影片會幫助我的賺錢 欸 真的有耶 哇 這遊戲怎麼那麼佛心 好的 等一下 先回歸正題 應該是那台44號89塊370Z 這台車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推薦呢 難道這台車真的有什麼過人之處嗎 我們今天再一次來挑戰看看 這台車子是不是真的很強啊 來 再一次出動魔法小卡 好的 魔法小卡結束了 我們get到了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的確不是370Z 它應該是350Z吧 還是我看錯觀眾的留言了 因為這台車子應該是比較早期的版本 這350Z應該才是長成這個樣子啊 所以大家留言的應該是350Z才對哦 更正一下前面都講370Z了 所以應該是買350Z才對啦 買了以後才發現 原來是這台車啊 好吧 我們今天一樣進行一個快速的改裝 那個噴漆的部分呢 我覺得我們來改一個 哎呦這個淡粉紅色好像不錯 這種車子其實很適合女生來開 圓圓糊糊的有沒有 有點拉風又有點可愛這樣子 我們今天改一個少女風好了 就改成這個顏色 然後呢再加一條魚在上面 這條魚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好秀 如果我把這條魚放的很大很大很大 它會不會變成一台很像魚的車子 喔好就這樣子各位 你看看 我弄了一個很像是拉線的車 那其實呢 只有看影片的各位才知道 它其實是一條魚 然後我們把這條魚看能不能改個顏色 這個魚的顏色可以換嗎 換個白色的 白色的魚貼在這上面 它就變成一個 跟賽車型的Style了 改車就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屁股呢再給它貼上一個這個 DRIVE THE KING 那據說這台350Z 好像有看到有一些人跟我講說 它其實算是一台甩尾車子吧 這個遊戲操作之後已經夠複雜了 我還要來挑戰玩這個甩尾車子 我覺得我今天這個車子可能會一直撞壞掉 好我們就貼一個紅色的這樣就好 輕輕隨意的改就是這麼的隨性 好的 大家看一下它有什麼改裝的零件 那個尾翼的部分喔 這個尾翼現在是裝在這個保桿上面的 有點奇怪 我們幫它加裝一個小尾翼 然後車子前面保桿的部分呢 我看看要改什麼樣的保桿 比較帥 保桿有的帥耶 哇靠 好就這個保桿 讚 然後尾翼的部分就這個吧 這樣子 下擾翼的部分 怎麼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 這個有點不太協調 改個這個好了 就裝這個 裝 然後測裙 測裙的部分我們改一個 它這個最後一個都是比較一體性的啦 就裝這個 只是剛剛屁股那裡 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那個 所以我就不裝了 然後再來是引擎蓋的部分 引擎蓋的部分 我們改一個 這個好了 這個引擎蓋還蠻好看的 就這個吧 然後上面一樣這個進風口 這個進風口的顏色 每次改都覺得怪怪的 這次給它裝個黑色的好了 就這樣子 OK 車子的外觀部分改完了 接下來是改性能的部分 無腦上W16 8.0 加815P 有點猛 玩 然後一樣這裡都給它改這種東西上去 裝這個輪胎裝上去 這個裝上去 裝上去 全部給它裝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台1695P的車子 開心 好的引擎的部分就這樣 然後 gearbox的部分 我先用原廠的跑跑看好了 因為沒跑過 就先這樣子 那 懸吊部分這些 我都先不動 因為這裡 我也不知道怎麼改 就先這樣子 跑跑看 好 重心一樣我們一樣設中間 然後 來吧 去線上撞一圈看看 這台車子到底 強在哪裡 我來去甩尾一下好了 這遊戲到底怎麼甩尾 練習一下 來喔 我們 看看 哎唷 這台車挺靈敏的 這個車直線加速是不是有點不太OK啊 出出出出出 撞到別的車道去了 哇 剛來線上就出事的概念 來來我再跑一下 這一台350Z 感覺上 應該不是拿來比直線加速的吧 應該是 跟朋友出遊 有沒有 可以這樣甩尾 只是我現在甩不起來 等一下等一下我練習 控制一下這台車 哎唷有有有有有 不太行不太行 哇靠 我怎麼覺得我要客氣 買那個引擎傷害了 哇塞 這個也滾太多圈了吧 我的車子直接壞掉啊 不行不行 今天的額度已經到了 不能再刻了啊 不能再刻了啊 不行不行 達妹大佑啊 我來逛一下這裡的地圖好了 不然我每一集 都在跟別人 拚個生死 然後又拚不贏 跟直線加速怎麼玩 都玩不贏別人啊 說不了 我來看看 你看這裡 這個風景多漂亮 哇 這個200多公里 好像還挺好開的 好啊觀眾 又再篩錢給我了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啊 觀眾真的不要再篩錢了 我真的好怕越來越多人被騙 哇你看看這個標 哇靠 這台車到底怎麼回事 各位觀眾 底下留言 350Z的參數啊 你看看我這台車 撞個西巴拉 受不了 我現在要來去換個車子了 改天有不錯的參數 再把這台車子弄出來玩 我今天要來玩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我上次把我這台N8改的那麼快 我竟然都沒有測 它直線速度有多快 我來今天試試看啊 我們去跑一下highway 來 然後檢查一下我車子這裡 對嘛 我只開了這個AWD OK好的等一下 下我的車等一下 不是吧 我才剛上線 被一台科尼塞克擠出來挖地勒 啊 先加個油 來 我們等一下呢要去 直線 好好的跑一圈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地方可以修車 可是這一點損傷應該好像還好 OK 油價滿了啊 104塊這油價好便宜啊 好 然後 我們開到那個外面去 這裡起步要小心翼翼 免得等一下要撞到又出去了 出入口在這個地方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要回去單機摸一摸我的這個技術了 這個 左右啊 真的是有一點難控制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用劍鼠組玩 那個可能壓下去轉彎這個判定會比較多 每次都轉太多 等一下前面有一台車子慢慢的靠過來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跟它會車 會個車 它跟我閃兩下耶 哇好有禮貌喔 那個該不會又是觀眾吧 各位觀眾真的有禮貌啊 來來來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這個地方了 來 我們從這個0開始 準備加速 預備 Let's go 看看我這台M8到底可以多快 230 240 300 這個持筆應該是真的很不錯的 好觀眾我們在這邊嘿安安喔 喔 400公里 個人不知道為何總是那麼容易在這邊逆向的啦 500公里 來再來看看能不能600公里 可是我記得這個地方好像有個轉彎 等一下是不是會有個轉彎在這裡 好像沒有很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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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還行 這一段路好像還行 轉一下轉一下 大概撇一下 Noooo 更好600公里嘛 NO 我輸了 這裡有沒有地方可以修車啊 還是我車還可以開 來我看一下 唉唷 差點裝到觀眾啊 不行耶 我車都真的有變慢耶 這樣到底是它的有沒有壞掉啊 啊觀眾不用再賣給我車啦 啊真的是不會接受觀眾的車子 因為我很怕大家被騙 OK 每部影片都要宣導一下 不然真的太多人被騙了 這裡哪裡可以修車啊 我修一下我車好了 我這車撞到這個是爛掉不行喔 通常給各位參考一下 基本上你們在問說 是不是阿航通常會回你們的人呢 可能就是會騙人的 因為我正忙著拍片 所以比較少回應大家啦 而且大家遇到我 歡迎可以加個好友這樣子 但是呢 真的就不用送我車 OK 真的不用送我車 好不好 感謝大家的好意 我就說我是拍片拍個開心 大家玩的開心就好 OK好我們再去測一下 我會按個表情符號回應大家啦 這樣子 笑一下 OK好來 實測一下 我剛剛還沒看到我這台車 到底有沒有600公里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到600公里 只要這段路夠長 等一下 這裡怎麼一個 哇塞 嗚呼呼 怎麼一個圓環在這裡 嚇死我啦 我看他這裡夠不夠長 感覺這段路 我現在回轉 等一下 好我們回去 來這裡這裡這裡 今天先不賽啊 不然我每一次都在跟大家比賽 我們就 跑這段路 看看這台車快不快 來 等一下我的視角那也怪怪 好 我先調成這個視角 300公里了 現在 我要時時刻刻盯著我的時速表 然後我要走一個瞬向 兩邊的大家一直在那邊說 我的那邊什麼逆向這樣子 好等一下 應該不會撞到關注吧 應該不會吧 我靠好險 差點出 470幾公里了 會不會過500 然後我又莫名其妙又開始在逆向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玩這遊戲 整天都在逆向啊 我傳過關注了 哎呦呦 差到旁邊的車子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測速有點被影響到 500公里 550 560 哎呦 到底會不會破600公里 575 油車速一直在上去 不斷不斷的在上去啊 講到我都破音了 597 598 599 600公里 爽啊 600公里到了 哇 出事了 哎 這一次好像沒有撞得很慘嘛 而且他剛剛600公里 那個車子 還可以再繼續往上 超猛 好不好 牛到不行耶 這個磁筆改得不錯啊 改得不錯 好的各位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差不多在這裡 測一下我上次 沒有玩掉的這個N8 直線加速哦 結果我今天N8 轉個死吧啦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也別忘了到我的FB 還有IG 按個追蹤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在下一次的影片 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沒有 我們下課還有一張 沒得了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